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喝吗 不喝 再让我睡 你是谁 怎么会在我房间 是我房间 你 我 我在哪 在我家 你的衣服 我叠在床头柜上 白色柜子第二层里有全新的盥洗用具跟毛巾 你可以随便用 有任何需要的叫我咯 谢谢 我要冷静 对 冷静 说不定什么事都没发生 可是连内衣都脱了 虽然内裤还在 T恤一定也是他帮我 这咬伞肥痛肯定不是错觉 你要喝咖啡吗 你怎么不敲门啊 抱歉 抱歉 因为你没关门 我以为你换好了 我刚刚什么都没看见哦 那个 你的T恤 丢在那边的洗衣篮就可以了 那个 你可不可以 好 你慢慢换 昨 昨天 昨天那个 我跟你 我是说你跟我 不是 我们有没有那个什么 我喝多了 谢谢你 照顾我 吻不出口 没事 你酒品很好 而且 我昨天也玩得很开心哦 玩得很开心什么意思 怎么了吗 没有 我 我也挺 挺开心的 是吗 那就好 那 我该走了 要帮你叫车吗 不用 也不用送我 拜拜 再见 服务真的可以不用这么好 门 是这样开的 谢谢 拜拜 耳朵都红了 真可爱 什么东西 识别阵 夜安宁 所以 你那晚无预警消失 是跟一个陌生女人开房间去啦 嘘 你小声一点啦 我们哪有开房间啊 去对方家是不能算开房间没错啦 诶 看不出来耶 人来你也是那种会追求一夜情的 一夜你个头啊 做贼心虚 你才做贼心虚 我们又没发生什么 哼 鬼才信你咧 我喝醉了 什么都不记得 哦 居然是被剪尸啊 才不是被剪尸 而且 我还不小心穿了对方的鞋子回家 才一夜 你就那么喜欢他啊 你这个结论到底怎么来的啊 哼 哼 来来来来 来让林大师鉴定一下 什么 夜小姐 你起来的时候衣服脱了吗 呃 脱了有全身酸痛吗 好像有 身上有痕迹吗 没有 对方有笑得暧昧吗 而且我昨天也玩得很开心啊 啊 看来施主该做的都做了 哦 密斗 什么烂鉴定啊 你这个神怪 奇怪啊 都算全部都一样了 安宁 待会开会的资料准备好了吗 啊 再做最后check了 思雨 PPT帮我确实检查 总部那边的人快到了 啊 是 走吧 赶紧塞好 赶紧闪人 没听到什么公司吵动吗 营业部那边打来的 怎么不早说 真巧啊 对啊 没想到叶小姐是分公司的同仁呢 我也没想到 看来我们很有缘啊 你 该不会 就是那个把我们家安宁解释回头 林思雨 你PPT弄好了对吧 嗯 那我们赶快出去 不要耽误会议了 走吧 嗯 妈妈 你别拉我啊 啊 你不错嘛 你闭嘴 我觉得你 叶安宁很会滚 现在就给我滚开 怎么就那么刚好 原来 分部还有这种地方 嗯 你 你开完会了 是终于开完了 你这只唇膏的颜色很好看哦 嗯 谢谢 这地方还真是隐秘耶 问了你同事才知道你在这 你找我 是哦 叶小姐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虽然我不介意就帮你收着 啊 对不起 我那天急急忙忙的顺手就 不好意思 喂 啊 好 我这就回去 我得走了 总部还有会要开 你是六点半下班的对吧 嗯 对 你的东西我放在办公室 下班先别跑哦 我开车过来只要十分钟 你其实不用特地跑一趟 确实是不用特地跑一趟了 但我特别想特地跑一趟 啊 不行吗 也 也不是不行 那我们下班见了 怎么又是这间浪卷室啊 什么 没什么 我是说星期一就来买醉 这样好吗 谁说我们是来买醉的 啊 还是你很想再 才没有 你居心叵测 我居心叵测 不然 你干嘛约我来这里 来吃饭啊 你尝尝看 这可是首课才知道的menu啊 第一次看到有人来lunch bars 是为了吃东西 东西好吃为什么不能来 啊 对了 你的东西 我的识别证 真的掉在你那里啊 难怪你知道我的名字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高跟鞋 高跟鞋 就 那天急急忙忙的 就把你的高跟鞋 穿回家了 啊 没关系 不急 那个 嗯 我们那天真的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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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你的身材挺 好 我知道了 你不用再提醒我了 你很介意 我 就是 我 我 你 所以 你很常这样带人回家吗 那 要看对方是谁咯 也是 你条件那么好 应该 我 我没别的意思 就是 哇 注意那个人好一段时间了 那天晚上 终于决定去搭讪她 谁知道 对方却醉得连自己家住哪都说不清楚 我呢 只好在别的苍蝇粘上来之前赶紧把她带回家 折腾了老半天 好不容易把她安顿好 谁知道隔天一早起来 她却一脸被睡了的惊恐样子 害我都不好意思跟她要联络方式了 她 她哪有一脸被睡了的惊恐样子 不过 幸好我跟她还蛮有缘的 你说是吧 嗯 但是 你知道 你算是她的 上司吗 你觉得 她会喜欢办公室的关系吗 我想 她会比较喜欢 私底下的关系 正好 我也喜欢私底下的关系 她穿走了我的高跟鞋 是不是在暗示我 可以去她家 拿鞋呢 这 就要看你怎么 要先咯 而且啊 她还害我整个下午都在想 桃那只唇膏的味道 是不是跟颜色一样好 那 你有答案了吗 不如 你来告诉我啊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